红书他把我吵了 哥 一般这样子的人 极度地敏感 极度地脆弱 他们非常缺乏安全感 那这样一个脆弱又敏感 自尊心又强的人 他觉得他自己受到委屈了 他自己人 没有站在他这一头安慰他 反而好像站在别人那一头 去说教自己 他能不翻脸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谢谢哥 我看你那天好像气呼呼地走了 那个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啊 我绝对没有质疑过你的工作能力 你那天就是质疑我 那我对着我的月牙发誓 我真的没有质疑过你 你那月牙值几个钱呀 你肯定是因为你的女朋友 在罗修工作室上班 你怕她受牵连 你那天突然感觉有事一样 急急忙忙走了 就是因为 你觉得苏晶晶是我女朋友 谁是你女朋友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明明不是抢赵丽代言的 你为什么跟她说你跟她抢代言 那我要不说跟她抢代言 她真以为我跟一个女律师 在楼道里边激情密会呢 我不想看到一个年轻小姑娘 好多难她就陷入到 绯闻当中去 丢不丢人 那你跟她说你跟她抢代言 那对你也不好啊 比起嘴损刻骨啊 你 你比她狠 你我都不怕 我怕她干吗 你是夸夸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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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